网游视灵提示 团体标准将试点落地 再次扩大人脸识别范围 请点赞 订阅并转发 谢谢 原标题 网游视灵提示 团体标准 将试点落地 其中年龄段标志幅分为 绿色8加 蓝色12加 黄色16加近日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 在经召开网络游视灵提示团体标准 应用工作部署会 本次部署会是网络游视灵提示团体标准 启动实施的重要标志 同时也是对下阶段工作的一次 全面梳理 对游戏企业分批次 分阶段有序推进标准 实施起到重要作用 下一步 游戏工委将在行业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企业的配合下 按照相关工作计划 统筹推进标准 应用试点落地工作 实施将采取双式原则 中国英术协第一副理事长兼游戏工委主任委员张义军 中国英术协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 中国英术协副秘书长兼游戏工委秘书长唐甲军 网络游戏视灵提示起草专家组成员 以及来自腾讯 网易 完美世界 盛趣游戏 三期护鱼 金山等12家游戏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和部分在经媒体参加了此次会议 考虑到疫情防控安全工作需要 会议以线上方式进行 会上 张义军强调网络游戏视灵提示团体标准的制定 体现了新修订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的有关要求 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指出 该标准的实施将采取双式原则 即先行推出标准适用版本 在适行应用过程中考察实际效果 及时吸纳各方意见 使标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唐甲军介绍了网络游戏视灵提示团体标准的起草情况 工作进展以及发布后的舆情反响情况 唐甲军对标准中的提示标识 使用场景 使用要求 提示说明和具体范例 进行了详细解读 提出各试点应用企业要按照标准要求 落实相关工作 讨论环节中 各参会企业汇报了本企业在视灵提示方面的准备情况 并对目前标准应用过程中的疑问进行了梳理 游戏工委针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解答 参会企业代表表示 将积极响应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 落实视灵提示应用工作 做好企业内部培训 加强部门间沟通 下一步 游戏工委将在行业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企业的配合下 按照相关工作计划 统筹推进标准应用试点落地工作 构成与国外游戏分级制度不同 该标准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 进行有效保护的方式和手段 对游戏企业而言 也意味着尽可能降向关风险化解在造成危害之前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艺军表示 该标准在发布后将进入式行阶段 张艺军说 该标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首先 视灵提示的标识符以三个不同的年龄为标准 分别为绿色的8加蓝色的12加黄色的16加这三个不同的年龄段标志符 标识并没纳入可能引起其一18加年龄段 这个也是该标准跟国外游戏制度的明显不同之处 其次 标准规定了标识符使用的基本要求 标准明确规定了标识符的下载渠道展示时长尺寸比例和更新频率 同时对有可能刻意模糊弱化标识使用和提示语的行为做了必要规范 以维护标识标准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实时性 第三 该标准明确了标识符的具体使用场景 即是零提示标识必须安放在游戏产品界面的显著位置 包括但不限于游戏的官网 客户端注册登录节点 游戏付费界面和宣传视频广告等 以突出标识在游戏产品中的能见度和可视性 标准主要针对网络游戏的合规出版 以及合理使用而制定 从而达到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消费者的目的 张义军介绍 围绕视灵提示标准 音数鞋将继续加强包括游戏产品分类标准 视灵提示评价指标 家长监护平台技术标准在内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为视灵提示标准的应用 落地提供可靠的支撑和保障 防尘迷再次扩大人脸识别范围近两年 关于游戏深化 防尘迷工作一直都在推进 同时逐渐更新换代 这背后是游戏企业与游戏娃们的斗智斗勇 目前每天有1049万个未成年账号 应登陆时长超1.5小时被系统T下线 腾讯互动娱乐副总裁崔小春 分享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变化 他表示 近年来 腾讯游戏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全面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环节 并已经实现了对10名未成年人的 现玩现冲消禁 目前 腾讯累计有超过210款手游 端游业游接入健康系统 通过10名信息对孩子 现玩现冲消禁之后 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如果孩子用父母的手机玩游戏 怎么管 崔小春表示 需要通过升级未成年保护3.0阶段 扩大人脸识别来解决 目前 平均每日约351万一次未成年人的账户 会触发人脸识别 面对娃娃们的种种破解手段 游戏企业也将后台系统提升 游戏策划失业委直言 为了防止孩子 冒用爷爷奶奶的账号 绕过防尘迷限制 企业再次扩大人脸识别范围 对10名信息 60岁以上玩家 自然月消费超1000元后 每次充值都需要人脸识别 其实 这样的制斗并非游戏企业一方 与娃娃们展开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需要企业社会与家庭共同协作 崔小春表示 7月上线的成长 守护家长模式 受到家长们的高度关注 很多家长在平台进行交流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 竟在新浪财经APP责任编辑